哈喽姐妹们 我已经四天没有洗头了 所以今天呢 就是一期秋冬帽子分享 第一期 冬天是我最爱买帽子的季节 因为这个 真的很懒啊 基本上就是很长时间才洗一次头 帽子不仅仅是掩盖了大油头 最主要呢 它还是一个秋冬必备的时尚单品 第一个分享的帽子呢 就是我头上这顶 这顶真的是我最爱的一顶 无论是它大小还是版型 就感觉它是完美的契合了我的头型 它是这种纯白色的狠帽 它是这种固定的 它就不会变形的那种 整个都是这种毛茸茸的 手感特别的好 主要就是它戴上真的特别的暖和 然后还很显脸小对不对 搭配衣服的话 也是大衣棉衣什么都可以搭的 那说到盆帽呢 我这还有三个 也是我去年秋冬带的比较多的 就是样式不一样 一个是这种斑马纹的 然后一个是经典豹纹的 还有一个是这个羊羔毛的 盆帽有点像那种大型遮阳帽的感觉 像这顶的话 就是要穿那种棉衣棉服 这顶斑马纹呢 它就是比较挑穿搭 衣服一定要穿那种黑白灰啊 然后戴这种帽子才会比较好看一点 然后这顶豹纹的也是 搭配的话尽量搭那种棕色啊 卡其色啊 深色系的衣服 不能涂案过于多 因为它这个帽子已经很花里胡哨了 就可能因为我今天穿的是一件 就是比较单薄的针织衫 所以看上去就显然比较大 冬天里穿那种大衣什么的 不会显然头特别大的 还有一顶它也是这样子遮阳帽设计的盆帽 薄龙的这种设计 然后就是薄薄的 不是像前面的这几款都是加绵加厚的 这款帽子的话其实也戴的比较多的 因为它就是百搭嘛 穿任何大衣都可以搭 然后还有这一点 这一点也算盆帽吧 它上面是这种针织的这种毛线帽 然后下面是这种兔毛绒龙的 我特别喜欢就头顶这一圈 特别的毛绒龙 这样自拍的时候就是就特好看 就显然脸特小 我不喜欢帽子头顶心是不固定形状的 因为我自己头型不是特别好看 有点尖 但这种针织的话它就比较软嘛 就把我的头型就暴露出来了 不然这帽子还挺好看 还有一点这个 就我之前开箱的时候 我不是说这是老头帽吗 但其实不是的 其实有两种戴法的 一种就是叫老头帽戴法 还有一种是这样的 像这种针织帽的戴法 还有一个就是名副实实的老头帽 它是这种兔毛绒的 跟这个材质不一样 还有几个呢就是比较可爱的帽子啊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还有点像史努比 就这样的一个鸭蛇帽 就真的很可爱这个帽子 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夸张的 就是一个熊 有点像那种雷锋帽的那种设计 然后还有一个呢是 跟我之前跟你们分享的 这个贝雷帽的这个材质是一样的 然后它是这种米黄色的 这个是 嗯 帽耳朵吧应该是 然后也挺可爱的 帽子呢就是可以包耳朵 好啦第一期的帽子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